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本书是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吴志宏最畅销的代表作之一 为何家会伤人 听到这个书名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家是我们最温馨的港湾怎么会伤害我们呢 豆瓣上呢曾经有一个小组名字叫做父母皆祸害 在那个里面呢豆友们都把自己当作原生家庭的受害者 在小组里发帖抱怨自己的父母甚至不乏言辞激烈的 对父母充满了极端的怨恨情绪 不是说血浓于水吗 为什么有些人会对父母心怀如此大的仇恨呢 这个现象让吴志宏陷入深思 中国家庭里到底隐藏着多少问题 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吴志宏从事心理咨询以来随着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 他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人们和原生家庭之间的联系实在是太紧密了 家庭是社会的浓缩 而人是家庭的浓缩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 心理都和家庭息息相关 而每个人家庭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上一代的家庭里找到根源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的家庭问题 吴志宏在工作过程当中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和思考 于是呢 就有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本 为何家会伤人 这本书被誉为中国是家庭问题的第一书 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家庭的运行机理 抛析了家庭问题的方方面面 包括夫妻关系 婆媳关系 亲子关系 子女教育等等 帮助我们搞明白 家庭会通过哪些方式伤害我们 而我们又可以怎样改善自己的家庭关系 相信大家听完这本书 至少会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婆媳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 第二 为什么说孩子太听话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呢 第三 如何应对孩子的叛逆期呢 大家相信一见钟情吗 你也许会嗤之以鼻 觉得这是言情小说里才有的老套情节吧 不过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看来 一见钟情确实存在 因为早在儿童时期 我们的情感基础就已经形成了 具体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 如果小时候你从父母那里 得到了足够的爱和安全感 那么我们长大以后呢 就会以父母为参照来选择爱人 相反 如果父母都不够好 我们就会幻想出一个理想型的父母 作为选择爱人的标准 一旦发现了符合标准的对象 你就会对他一见钟情 但问题是 在婚恋关系当中 我们必须要把这种吸引 转化为对配偶的爱 否则 如果真的把另外一半 当成了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 那么你们的感情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吧 来听听看哈 有一个女孩呢 她叫阿莲 阿莲是一个很活泼很漂亮的女孩子 追她的人特别多 相比之下 那个男孩刘凯呢 就显得没有那么显眼了 她很老实 很本分 也不懂得什么生活情趣 可是谁都没想到 阿莲竟然会主动追求刘凯 半年之后两个人就闪婚了 在婚礼上 一些细心的人发现 刘凯不论是长相还是性格 甚至是动作都跟阿莲的父亲 非常的相似 没错 这就是阿莲对刘凯一见钟情的根源 她把刘凯当成父亲一样的依恋 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妇女 而是夫妻 结婚之后呢 父亲的角色渐渐淡化 阿莲开始用丈夫的角色来衡量刘凯 对她是百般挑剔 嫌她赚钱不够多 也没有什么大的能耐 结果呢 他们两年以后就离婚了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月东呢是一位花花公子 但是在34岁那一年呢 却和36岁的巴巴拉一见钟情 认识一个星期之后就决定闪婚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巴巴拉跟月东的母亲很像 情绪化 一发怒 而且说话的语速特别的快 可是月东对母亲不只有爱 还有强烈的恨 原来啊 在她六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呢一直想再婚 经常把年幼的月东留在家里 或者是托给邻居 自己出门约会 有时候呢 甚至好几天都夜不归宿 在月东眼里 这是一种背叛 她后来之所以玩弄女性的感情 其实就来源于潜意识 对母亲的抱负 由于巴巴拉跟月东的母亲很像 得到了她的爱 但是同样因为这份相似 招来了她的恨 结婚之后 月东把心里埋藏多年的痛苦和仇恨 全部都宣泄到了巴巴拉身上 最后这段婚姻 只持续了短短的六天 所以你看 婚恋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长大的过程 我们的另一半 虽然带有自己父母的影子 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不能够 当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否则只会跟成人的世界脱节 甚至是重复同年的错误 最终害人害己 当我们长大成人 自己组建家庭 就意味着从儿子或者女儿的角色 转变成了丈夫或者妻子 家庭除了让我们成长 还是我们心灵的港湾 相信很多人平时奔波忙碌了一天 都会希望能够早一点回家 吃一顿热腾腾的晚饭 或者呢跟家人一起看电视 聊聊天 不过如果不能够适应 这种内外角色的转变 把工作当中的那一套 带到家里来 那么婚姻关系也很容易出现问题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吧 白丽和张安 在外人看来呢 是一对美满的夫妻 白丽经营着房地产公司 张安呢则开了一家科技公司 他们不仅家境殷实 15岁的儿子学习成绩呢 也是名列前茅 然而后来 张安的公司出了问题 眼看着就要破产 为了挽救丈夫的心血 白丽跟张安商量着 把两家公司合并了 张安当政总 白丽呢当副总 但是实际上 打理公司的还是白丽 结果呢 公司是越办越好 家里的矛盾 却越来越激烈 张安觉得妻子太强势了 本来在家就是妻子说了算 现在公司合并了 工作上的事情呢 也全都由她包揽 她一方面很佩服自己 妻子的能力 但是同时 这也让她觉得自己 很没有价值 白丽这边呢也很委屈啊 她觉得丈夫管不好家里 也管不好公司 只能靠自己辛苦张罗 累死累活不说 还读不到丈夫的体谅跟呵护 这么看来啊 张安跟白丽呢 是各有各的立场和苦衷 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呢 关键就在于 家庭和职场是不一样的 工作上讲究利益和控制 需要强大的领导力 来解决问题 但是在家里 理解并接受彼此的感受 才是最重要的 白丽觉得丈夫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其实就是不自觉的 把工作上的领导位置 带到了家里 自认为尽心尽力的 给丈夫安排了一切 却忽略了她的感受 大家可能会觉得 像白丽这样的成功人士 才会把工作上的规则 带回家吧 其实不是哦 要提醒各位 那些在单位里 当不了领导的人 反而更有可能 到家里去当领导 表现出更极端的控制欲 这种现象被称为 心理补偿 所以不管你在外面 干得怎么样 回到家里 就应该卸下工作上的身份 只有用平等和尊重的态度 跟另外一半沟通 用心体会对方的感受 家才更像一个家 对于不少的夫妻来说 刚刚结婚的时候 是二人世界 有了孩子之后呢 宝宝就成了全家的中心 父母整天围着孩子转 没有了彼此单独的空间 然而如果把孩子 当成家庭生活的全部 或者说把对孩子的爱 凌驾于另外一半之上 家庭反而会不稳定 甚至会影响到孩子 以后的家庭和谐 本书的作者 有一位大学同学 叫小A 他的母亲呢 比较能干 父亲呢 属于那种 比较老实的人 所以他母亲 对自己的婚姻 并不满意 有了儿子之后呢 就几乎把全部的爱 都倾注在了儿子身上 而忽略了丈夫 如今这个A同学 已经成家 可是才刚结婚 母亲跟妻子 就已经吵了好几架了 A同学毕竟是 学心理学的 他自来想去 终于明白 母亲就是因为 比爱丈夫 还要爱她这个儿子 才会舍不得 她组建新的家庭 甚至呢 会吃儿媳妇的醋 其实呢 不只是A同学啊 几千年来 婆媳关系 在我们中国 都是一个大难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人们把结婚 当作是传宗接代的任务 把亲子关系 看得更重 尤其是在男尊 女卑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做妻子的要听从 丈夫和公婆 家庭地位呢 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 儿子就成为了 她唯一的寄托 当儿子长大成人以后 她还是舍不得 跟孩子分开 于是呢 就跟儿媳妇过不去 导致婆媳关系的 恶性循环 从这个角度来说 绝大多数 婆媳关系的核心 并不是婆婆 跟媳妇合不来 而是婆婆 对她的儿子太依恋了 多说解铃还需继铃人 作为联系母亲和妻子的 这个男人 才是解决婆媳问题的关键 如果你能够站在妻子的角度 在母亲不讲理的时候 勇敢地站出来 据理力争 一方面呢 会让妻子感受到 你对她的爱护和支持 让夫妻关系更加的和谐 另外一方面呢 也能够让母亲感受到 你对妻子的重视 而且这种重视 不是她可以阻挠的 那她也会慢慢地 不再为难你的妻子 并且试着跟她和谐相处 相反 如果丈夫 也把跟母亲的关系 摆在第一位 就很可能会导致 夫妻关系破裂 比如说天涯论坛上 有一个网友 曾经吐槽她老婆跟母亲 总是闹矛盾 还跟她闹离婚 可是字里行间呢 都在质问妻子 为什么就是不能 让着老人呢 再怎么说 妈妈呢 也是长辈啊 你看 这种逻辑呢 妻子不跟她离婚 就怪了吧 因此 亲子关系固然重要 但是不应该成为 家庭生活的全部 因为孩子总会长大 开始独立地生活 而另外一半 才会陪在我们的身边 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心理寄托 只有始终 把夫妻关系 放在重要的位置 才能拥有一个 健康快乐的家庭 主观唯心主义 有一个观点 叫做存在 就是被感知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一张桌子 难道我们闭上眼睛不去碰它 它就不存在了吗 然而 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 尚皮亚杰却发现 对于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来说 还真是如此 她发现 哪怕你当着小宝宝的面 把她眼前的玩具遮起来 她也会认为 这个玩具是不存在的 婴儿对自我的感知也是一样 她需要收到母亲的关注 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如果这种关注带着接纳和喜悦 婴儿就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 相反 如果孩子被忽视 很可能会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心理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说剖腹产的孩子呢 比顺产的孩子脾气更坏 更经不起挫折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说是因为 他们出生的时候 头部没有受到子宫颈的挤压 或者少来自母体的某些激素 不过 另一种解释可能更接近真相 那就是他们在出生之后没有得到母亲足够的关注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呢 心理学研究发现 自然分娩带来的疼痛会让母爱达到高峰 而没有经历过这种疼痛的母亲 对新生命诞生的过程的 那个认识呢 就会出现断层 潜意识里觉得孩子是医生创造出来的 而不是自己生下来的 因此不少剖腹产的母亲呢 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轻度产后抑郁 不愿意甚至拒绝承担做母亲的责任 这种忽视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 变得情绪不稳定 内心脆弱 不过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 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很少会出现被忽视的情况 但问题是 这种关注一定要适当 否则同样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 造成不利的影响 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发现 婴儿在十个月大的时候 会开始自发的探索世界 此时呢 他们还比较弱小 但是自以为很强大 因此经常会遇到困难 在这些时候 如果父母完全放任不管 孩子就会受到太多的打击 觉得我不行 而且没有人爱我 那相反 如果父母太在意孩子 什么都替他做 那孩子的自主性呢 就会受到影响 觉得 哎呀 我什么都做不好 或者 我什么都不用做 有爸爸妈妈呢 从而就导致了过度的依赖 那么适当的关注 是应该怎么样的呢 理想的父母啊 应该呢 像一个安全岛 不要干涉孩子的探索 在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给他们足够的爱和理解 分享他们获得的 每一项新技能和体验 缓解他们的受挫感 让他们放心的 开始新的探索 这样长大的孩子 不仅会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 还会培养出主动 和积极探索的特质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 你有没有好奇过 这种心理是怎么来的呢 小孩子在三岁之前 大都没有性别意识 无论男女 一般呢 都跟母亲的关系最亲密 到了三岁以后呢 随着自我意识的形成 孩子的性别意识 也开始萌芽 弗洛伊德认为呢 三到六岁这段时间 去俄迪普斯期 也就是让男孩成为男人 让女孩成为女人的关键时期 这个名字呢 来源于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 俄迪普斯 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 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并且娶了自己的母亲 三十六岁的孩子 跟俄迪普斯有些类似 由于性别意识的产生 孩子会越来越渴望 跟异性父母的亲密关系 男孩呢 会出现恋母倾向 并且嫉妒自己的父亲 女孩则相反 出现恋父倾向 并且嫉妒自己的母亲 如果父母顺应了孩子的 这种倾向 孩子就有可能真的发展出 俄迪普斯情结 还会出现性别认同的问题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给大家听哈 十五岁的阿易从小呢 就跟在母亲身边 父亲呢 是一个集团老总 因为工作繁忙 没有多少时间陪孩子 小时候呢 阿易听说过不少 关于父亲的糗事和坏话 但是长大之后 他才意识到 父亲非常的优秀 不仅头脑聪明 口才一流 而且能够把几万人的大企业 管理得井井有条 于是他成了父亲的崇拜者 开始偷偷地 模仿父亲的一切行为 在感情方面呢 他发现自己 虽然谈了好几次恋爱 可是相比于女孩子 一些男生 反而更能让他兴奋 实际上 阿易的例子 正是恋母情节的典型后果 由于在性别意识 刚刚产生的阶段 他接触到了很多 关于父亲的负面信息 导致他和母亲的关系 更加的亲密 加重了他的恋母倾向 让他在潜意识里觉得 自己比父亲更出色 可是当他发现 父亲其实很优秀之后 这种自以为是的幻觉 就破灭了 他要么会觉得很受打击 认为超越父亲太困难 自己如果变成女的 说不定会更好 要么呢 会用更极端的方式 来超越父亲 通过征服男人 让自己成为男人中的男人 那么 如何培养孩子正确的性别认同呢 在三到六岁这个阶段 让男孩多跟父亲接触 而女孩呢 多跟母亲接触 与此同时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 夫妻双方也要保持和谐的关系 不要因为爱孩子 而忽略了另外一半 这样一来 孩子就会明白 爸爸是妈妈的 妈妈是爸爸的 这是他们所不能取代的 而且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会向同性的父母学习 以他们为榜样 这种心理上的转变 才能够让男孩成为男人 让女孩成为女人 郭敬明有一本小说的书名 叫做青春世道明媚的忧伤 不管你觉得这个名字唯美也好 矫情也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 确实是一语重地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他们的心里呢 有一对最主要的矛盾 那就是依赖和独立 他们已经开始慢慢地脱离 对亲人的心理依赖 走向独立的自己 这个过程意味着丧失 也意味着获得 所以说是明媚的忧伤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文化呢 往往喜欢听话的孩子 听话的那种乖孩子 对不对 不太鼓励孩子的独立性 父母希望孩子在家 听自己的话 在学校呢 要听老师的话 这在无形当中 挤压了孩子的独立空间 结果孩子们 想要追求独立的时候 就会表现得非常的叛逆 父母让他们向东 他们却非要向西 那如果孩子在整个青春期 都很听话 又是不是好事情呢 那关键呢 要看这个听话 是什么性质的 如果孩子在能够独立思考 和行动的情况下 选择听话 就说明 他们认同家长的想法 这种听话 就是积极的 想反 如果家长没有给孩子 发表独立意见的空间 那他们表现出来的听话 可能是消极的 这往往会带来 两种严重的后果 一种情况呢 是孩子觉得人生 不是自己的 处处要听父母的想法 他们会因此失去自我 对生活变得麻木 甚至变得抑郁 这种孩子对于生活 没有什么激情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 他们可能会努力学习 但就算拿到好成绩 也不会觉得兴奋 他们最喜欢挂在嘴边的 口头禅室 无所谓 既然觉得 人生不是自己的 失去什么都没有关系 那第二种情况呢 是叛逆期推迟 等到孩子有足够能力 反抗父母的学后 会更加猛烈的爆发出来 比如 李翔上了大学 才出现了强烈的叛逆心理 故意不认真学习 跟父母和老师对着干 还有位男士 直到36岁 才开始反抗父母 强烈的控制欲 他觉得自己的婚姻 都是父母安排的 于是他选择抛弃妻子 因此 孩子青春期的叛逆 实际上跟独立性有关 听话 不一定是好事 我们只有理解孩子的叛逆心理 给他们充分的独立空间 才能让孩子成为 独立自主 自立自强的人 听到这儿 好多当爸妈的可能会问 既要给孩子关爱 又要给孩子独立的空间 那怎样才能把这两者 有机的结合起来 达到合适的平衡 让孩子在关爱当中 更独立的成长呢 我们先来听一个例子 张玲有一个14岁的儿子 因为自己和丈夫 都在广州打工 就把儿子留在四川老家 由爷爷奶奶照顾 但是有一段时间 爷爷奶奶经常来告状 说孩子问题很大 不仅抽烟喝酒 还整夜的打牌上网 儿子在给张玲打电话的时候 又说爷爷奶奶太唠叨 太烦人 甚至说有时候想把他们杀了 这可怕张玲吓坏了 赶紧来找本书的作者帮忙 出个主意 该怎么办啊 来阻止孩子这种 大逆不道的想法呀 我们之前说过 孩子之所以会叛逆 是想要试着自己做主 可是在爷爷奶奶的眼里 孙子呢 始终只是一个孩子 为了告诉他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就会不停地唠叨 殊不知 这样做反而会让 他的叛逆心理更加的强烈 当儿子告诉张玲 自己烦透了爷爷奶奶的唠叨 他也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儿子 别这样 你要听话 爷爷奶奶也是为了你好 孩子由于得不到母亲的理解 派你心里进一步的加剧 你要听话 这句话大家 应该都不陌生 可能自己小时候 被爸爸妈妈这样教育过 又或者 你跟自己的孩子 也说过类似的话 但是这样的话 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方面呢 反复跟孩子强调听话 会让孩子觉得 更加的没有自主权 另外一方面 让孩子听话 往往是父母的主观评价 而没有舍身处地的理解孩子的感受 如果孩子跟父母倾诉 却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就只能用更加过激的行为 来引起父母的重视 就像张玲的儿子说出 动了杀心这种话 一旦孩子发现 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 反而都来指责自己的时候 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固执 越来越叛逆 毫无疑问 父母和家人都是爱孩子的 但重要的是 要讲究方式 如果把关注点 放在孩子不理智的行为上面 而不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 试着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 自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 当孩子出现不理智 或者极端行为的时候 我们不要一味地想着 怎么去纠正 而是先要想办法理解孩子 给他们情感上的支持 这样一来 孩子的诉求得到了理解和满足 才不会变得越来越叛逆 好了 我们从伴侣双方的恋爱和婚姻说起 一直讲到了孩子从出生 到青春期的一些常见的家庭问题 其中有两个核心的观点 再来跟大家总结一下 一个是要把夫妻关系 作为家庭的基础 不要把对父母的情感 对子女的关爱 和在工作当中的作风 过多地带到夫妻关系当中来 第二个是要给孩子 适当的爱和关注 让他们既有足够的安全感 也有足够的独立空间 通过理解孩子的心理 并且给他们正确的引导 才能够帮孩子顺利地度过 俄迪普斯期和青春叛逆期 大家可能会问 好多家长最关心的 孩子成绩和教育问题 怎么一点都没提到呢 别着急 重头戏还在后面呢 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老师 鼓励学生考试抄袭吗 考试上瘾是福还是祸呢 中国式的家庭里有哪些经典的 关于爱的谎言呢 咱们在下一集当中 接着说千万别错过咯 那OK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 感谢观看